2022年8月1日 大家果然还沉浸在台海两岸的紧张时刻时 丝毫没有察觉到国产大飞机C919跨越了一大步 中国商飞同一天对外宣布 与波音737空客320通级别的C919已经完成取证试飞 难道是C919拿到了难于登天的失昂证 我想大家很多都误以为C919获得了失昂证 其实并没有 因为从5月14日到7月19日 总共试飞了6架即将交付的C919 这只是商飞完成了民航局发的一张考卷 取证是非是向当局测试验证飞机的安全性 可靠性的一个过程 最后要等当局批改完试卷 才打分数 合格才能发证 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欧美颁发的失昂证 C919就走不出过门 只能在国内飞吗 凭什么波音 空客能在国内畅通无阻 这是网上大家常担忧的一个话题 C919如果想要投入商用 其实不仅要拿到失昂证 而是要获得三个证 分别是型号合格证 这是6架C919是非后马上要拿的证 还有就是生产合格证和失航证 所谓型号合格证 就是局方爸爸认为 整架飞机的设计是过关的 能投入批量生产才会颁发的 生产合格证就是C919 能按照型号合格证的各项标准 完成生产和质检 并且造计流水线上的生产和质检 过程要获得局方爸爸的认可 才能获得 最后就是失航证 这个也是最难获得的 有了这个证 C919才能在国内投入商业运营 拿到了美国FAA和欧洲的EASA试航证 C919就能开启国际航班 进军国际市场 在国际市场上卖了 首先C919拿到自家民航的CAAC试航证 没有什么问题 但想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 和美国航空管理局的证很难 欧美航空运输有着垄断地位 以及相关法规制定的比较早 在航空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用着波音空客两家的飞机 欧洲和美国的试航证 就相当于飞机的世界通行证 能够直飞大部分国家的航线 而国产大飞机C919从立项之处 对标的机型就是波音和空客的主力机型 光是国内的市场采购 就极有可能打破波音空客数十年的垄断地位 所以对于C919这样一个新入局者 波音空客背后的势力必定会全力绞杀 其实从2017年4月 我国就开始着手申请欧洲EASA试航证 欧空局派来的人跟C919是非 试验的现场都快跟了十年 我觉得最终C919拿到EASA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拿到FAA的确是有点难 要知道中国在21世纪新研发的支线科技ARJ21 在申请美FAA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屈辱经历 来来回回折腾了上十年最后也没有拿到证 但没有试航证 中国国产大飞机就走不出国门了吗 答案是不一定 因为我们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双边试航 如今中国已经签了超200份双边试航协议 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达到27个 包括加拿大 澳大利亚 俄罗斯 巴西等在内 2017年中国与欧盟草签了中欧 民用航空安全协定及其中欧双边试航协议 目前这份双边试航协议正在走具体的程序 因为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 在制定自驾试航证时 都是美FAA和OEASA的PAPI复制版本 所以当你的飞机满足了自驾试航标准时 随于你签订了全面的双边试航协议 以免重复测试 双方可以坐下来互相认可对方的试航标准 但有一个误区要知道 比如OEASA认可了中国CAAC 美FAA认可OEASA 那么美FAA就会认可中国CAAC标准吗 答案是不行 因为双边试航仅限于协议那两国 不能涉及第三国 但即使双边协议签了也不是那么的畅通无阻 比如中美在1995年就签订了 中美试航双边时事程序 在这个协议框架内 中国是认可美国几乎所有的航空运输器 但美国只认可中国部分航空产品 即使是2017年10月中美签署了新的时事程序 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两国航空产品全面对等互认 但实际上仍旧有那么一点点不对等 你想 如果C919在满足了自家CAAC试航标准后 按道理来说 美国和欧洲应该走程序给C919颁发EASA和FAA 但人家就在双边时航协议上 没有认可的一个小点看你怎么办 所以说 双边时航协议还是实际全面对等的才最为有效 其实C919一旦获得国内时航证 可以参考ARJ21没有获得时航证后的途径 先投入到国内市场中运营 用自家庞大的内需市场 实际上证明C919的安全可靠 一个要点是关键 那就是用内需市场来证明飞机安全 不能被国外程序性的标准打败 中国高铁从国内走向国际市场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单一机型 单一标准向全面对等的双边时航协议推进 以国内大内需市场作为依靠 作为与对方谈判的筹码 这是C919能否走向国际市场 拿到欧美时航证的关键 要知道之多十年后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民航客机拥有国 中国民航局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 全不会比美民航局差 以前是不会造飞机才必须买你的 现在我们有了C919 A2J21和CR929 还会被你的一个正卡住吗 公开资料显示 C919飞机是我国完全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型 并且还是我国首款按照国际先进实行标准 成功研发的单通道大型干线客机 其性能与国际新一代主流单通道客机实力相差无几 且在五年前就完成了首次飞行任务 而后经过多年的基础沉淀和打磨 C919的航程也得到较大提升 聚息超过了5500公里 或许有人会问 既然已经准备了六架飞机来执行任务 那么为何还迟迟没有拿到试航证呢 对此一问 有业内人士做出了解释 试航证的或许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 需要针对飞机的安全可靠性进行全方位的测试 还需要完成其他更为繁琐的检验科目 此次一口气投入六架飞机来测试 已经是缩短拿证周期的举措之一 其实细想这件事也能理解 毕竟飞机的客运涉及到乘客的安全 飞机在测试阶段一定会经历更加严格的测试 这样才能把故障率降至最低 倘若只是为了想快速拿证 而忽略了飞机的安全和稳定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 对于C919这样的航空信念来说 此是该讲究的试稳 而并非是追求速度 话又说回来 即便是C919获得了我们的试航证 它也面临下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获得其他欧美国家的试航证 要知道 现阶段的国际客机 基本被空客和波音所垄断 基本没有给第三家企业留下生存空间 毫不夸张地讲 不管是外在环境还是竞争格局而言 C919未来都将面临严峻的讨厌 好在有了华为的前车之鉴 在C919发展的问题上 我们已经做到了未雨筹谋 别看现在大飞机还没有欧美的试航证 但通过采用双边试航协议的方式 C919仍旧获得了包括俄罗斯 加拿大等共计28个国家的青睐 并且共计获得815架确认或异项订单 其中就包括东航预定的四架飞机 看到C919未来的潜在市场 编者也只能感慨地说一句 难怪最近一段时间的波音公司频频向中国市场示好 原来这结果波音不得不接受现实 要知道就在不久前 波音刚刚错失一笔超大订单 当时国内的南航 国航和东航三家航空公司 直接宣布向空客公司订购292架次的客机 总金额高达2500亿 听闻签一订单被空客拿下后 波音方面难免要抱怨一下 说对中国航空公司一次性采购近300架空客飞机感到失望 但紧接着他们的态度便出现反转 波音的某位高级副总裁出来大员场说 波音公司并没有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 相反他认为波音在中国市场经营数十年 双方亲密的合作关系是不会因为某笔交易就受到本质影响的 原先很多人还不理解为何波音的态度会出现反转 而在C919加速取证之后 一切似乎都能讲通了 虽说波音公司在全球的市场相当庞大 但飞机总贵是有使用收铭的 尤其是近些年来波音某款机型在全球频繁发生事故 使得外界对于波音的产品多了些不信任 如果此时波音公司还不低调是好 那么在C919站稳脚跟之后 它遭受的冲击无疑是最大的 由此可见 波音对于C919还是有一定忌惮的 如今的表态就是认清现实的一种体现 相信未来C919在顺利拿到实行证后 一定能看到更光明的前途 或许市场短期内仍旧在波音和空客的手中 但编者深信 国产大飞机一定会走向世界 并靠着自身的技术积累 让中国制造的名气再度响彻全球 有人又要问了 发动机啥的用的美国的 液压系统啥的都是用美国的 万一美国制裁我们怎么办 国家早已考虑了这个问题 我们有三条退路 第一条就是俄罗斯的PD-14发动机 完全不逊于美国的LEAP-1C发动机 就算俄罗斯的不能用 国产的长江2000以及沃山20 经过不断的测试改良也可以暂时顶上 所以不必担心制裁 美国由于多年的发展 飞机制造产业链基本已经实现完整化 而我国在此方面还有待加强 特别是在发动机等核心技术上 还需努力攻克 尽管C919还有不足有待加强 但是C919打破波音以及空客垄断是事实 而且在舒适性以及客运量等方面 完全不逊于美国 C919就是我国规避美制裁的优移底气 C919取证暂时还未成功 但取证脚步已势不可挡 欧美卡布卡征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台航线的国家同意就行 从国际角度来说 虽然我国C919十分优秀 但目前还未完全投入生产 国内外订单一共有800多架 不排除他们想要和中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的心理 但一定程度上 也有避免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 从政治角度说 美国仗着技术的垄断 经济的强盛 肆意霸权其他国家 此时在强权政治下突出众围的C919 就是一条可以让他们稍稍得以喘息的路 而且中国在国际上的信誉良好 与各国均有经济合作 所以无论C919是不是组装机 它也是我们国家的底气与希望 期待C919成功投入使用的那一天